中秋节前夕县议员张美惠和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前往黎明庇护工厂协助院生组装月饼礼盒 并且采购月饼希望可以帮助社福机构有更充足的营运量能 连续多年帮助黎明庇护工厂行销中秋礼盒 县议员张美惠9月2号在带领多位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姐妹们 前往帮忙折月饼礼盒 时局进入9月中秋节快到了 那中秋节要送礼盒 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节前来到黎明庇护工厂 那庇护工厂是在花莲 目前是经营的真的是非常的持续 而且有成绩的 但是也是很辛苦的在经营 所以我们要来支持 所以在这个节前我们来协助包装这个礼盒 当然我们也要来采买跟采购 因为在这个庇护工厂的各项的礼盒 其实都是很丰富 很好提供给大家来购买赠送给亲朋好友 或者是一些经营事业上的一些伙伴等等 那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黎明机构 黎明庇护工厂 那当然还有他们的这个鸡蛋 我们也一起来支持 这个黎明的这个方舟鸡蛋 我们今天也会来采买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希望大家一起来 我们号召大家支持黎明庇护工厂 黎明庇护工厂表示 今年受各界支持中秋礼盒预购的数量比往年成长 目前全体孕生和同仁都在赶工制作当中 非常感谢社会大众跟我们支持我们黎明庇护工厂的很多兄弟姐妹们都很支持我们黎明庇护工厂 那在今年的中秋打期在后段的时期 就是在8月底9月初订单有达到9成这样的9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业绩 那非常感谢 在困难的时期很多人愿意支持也愿意帮忙这样子 这两三个礼拜都一直在赶工 我们的量数其实都有超过好几千盒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今年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样子 除了帮忙折纸盒 张美惠和协会的伙伴们也慷慨订购了礼盒和鸡蛋 希望可以让社福机构有更充足的一遇量能 帮助更多弱势愿生 介络会欢迎视报道